啊 梁婉君和叶绍婷问的最多的 就是他那位普普通通又老实本分的男朋友 婉婉啊 你喜欢的那个人 该不会就是你这位叫叶白的朋友吧 梁婉君试探着问 不是那个朋友 妈 我知道你和我爸担心我重蹈覆辙 我又被骗了 但你们放心 总之他跟顾月泽不同的 那什么建立妄议啊 什么为了金钱和权势就抛弃我呀 我男朋友他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叶婉婉这话还是说的面不改色的 呵呵的 那可是思叶函哎 他自己就是金钱和权力的化身 有什么金钱和权力能让他建立妄议的 等我们俩关系再成熟一点 我肯定会带他来见你们的 唉 等我想到办法 能让大魔头看上去普通一点 晚上 叶婉婉跟父母聊了很久 因为第二天他还要工作 这才依依不舍地跟父母道别回宿舍了 夜凉如水 一轮弯月挂在头顶的虚空中 出租车行驶至半途 夜晚晚却忽然让出租车停下 付完车费后朝着闹市区的一家大排档走去 今晚在爷爷的寿宴 他几乎没吃什么东西 刚才跟爸妈聊天的时候还没察觉 这会儿胃已经开始疯狂抗议了 大排档内装潢得虽不算高档 但却显得朴实 四周散着扑鼻的食物的香味 相比那些高档餐厅 其实这种地方往往才有真正的美食 好吧 其实只是因为它比较抠而已 夜晚晚挑选了一处稍显僻静的 没有人的角落坐了下来 哎哟 美女 吃点什么 老板是一位中年男子 看清楚角落女孩的容貌之后 顿时晃了下神 旋即才满脸笑意地将手中的菜单递了过去 我看看 给我一份糖醋排骨 一份红烧肉 一份清蒸鲫鱼 再来二十串羊肉 十串猪肉 十串脆骨 夜晚晚一口气点了不少 算是扣劳一下自己 再说这种地方 点这么多也要不了多少钱的 老板不禁打量了夜晚晚好几眼 现在的女孩子都减肥结实 没想到这个如此特立独行 当然 作为老板 他还是非常喜欢这种客人的 好嘞 您稍等 大排档里这个点很忙 老板也没有多逗留 用纸笔记下后 迅速转身离开 夜晚晚拿出手机 原本想给思夜寒发条短信 然而后方 却突然传来一阵 略微有些熟悉的声调 老板 给我来五碗饺子 夜晚晚斜眼望去 只见一个穿着破旧牛仔外套的青年男子 快步地走出了大排档内 念 念无名 夜晚晚一愣 当下 夜晚晚瞬间别过头去 生怕念无名认出自己 甚至有些心虚 毕竟他可是用一百块 从他手中买了一件宝贝 要是这家伙见到自己 后悔卖给他了怎么办 很快 念无名找到了一处圆桌位坐下 口中不停地催促 老板快点 饺子要肉馅 包大个的 对了 饺子多少钱一碗 片刻后 念无名思想起了什么 又问 嗯 十块 正给炒菜的老板回答 哦 青年沉思片刻 嘴角微动 仿佛做出了什么重大的决定 来六碗 喂过多时 六碗饺子被老板端上了桌 不到几分钟 饺子就被念无名一扫而空 念无名一脸的期待 哎呀 老板啊 我点这么多饺子 你们饭店要不要赠送点红烧肉啊 红烧排骨 红烧鱼什么的 老板被气笑了 你跟我开玩笑呢 六碗饺子才六十块钱 我一道红烧肉都好几十了 念无名想了想 哦 那实在不行 你再送我两碗饺子啊 老板斜眼瞥向念无名 估计是懒得继续搭理他 随着念无名的话音刚落 从大排档外又走入了一个人 男子身形壮硕 身上满是灰尘 戴着一顶绿色的工地帽 双眼呈碧蓝色 一看便是外国友人 队长 你迟迟怎么也不早点叫我 戴着工地帽的外国友人 一屁股坐在念无名的身前 正色问道 听闻此言 念无名的神色微微一变 老板 我要吃事 给我来点事 外国友人操着一口极为生疏的国语 看向老板 不远处 夜晚晚刚食欲大起 听闻后 从口中瞬间喷出了一口米饭 你神经病吗 跑来我这饭店要来吃屎 吃屎 你去公厕吃成吗 老板盯着外国人 满脸的无语 别别别 老板 我这朋友国语不怎么样 他说的吃屎 其实是吃饭的意思 念无名将老板扒了到一旁 小声地解释 老板 商量食不要太贵 但味道要好 老外摸了摸下巴 一脸的天真 老板哭笑不得 转身离开 得得得 我给你上食 夜晚晚耳尖地听到 那念无名跟老板的对话 顿时满脸的无语 估摸着那外国人是被念无名耍了 故意骗他吃屎 就是吃饭的意思 有这么坑朋友的吗 老板离开后 念无名若有所思地看向老外 今天搬了多少转啊 老外一身结实的肌肉微微颤动 满脸骄傲 不多不多 五千块赚 闻声 念无名顿时来了兴趣 那今天赚了不少钱吧 外国人黑黑一笑 拍了拍自己的兜 还可以了 堆长 当下念无名心中有了底气 老板 再来十碗饺子 一盘红烧肉 一盘红烧鱼 还有红烧排骨 夜晚晚无语 他还以为自己已经够饭桶了 这家伙是个饺子桶 等待的过程 又有两人走入了大排档 对家 我们回来了哟 为首的男子虽然穿的是男装 但一张脸比女人还要妖美 若不仔细辨认 倒像是一位相貌美艳动人的女子 另一个男子则是一头乌黑长发 身后背着担架 整个人如同万年冰川 谋奈没有丝毫人类的感情波动 还不等念无名开口 冰山美男已经旁若无人地将担架放在地面 旋即整个人慵懒地躺在了担架上 起来 见状 聂无名捏捏眉心 似乎有些头疼 然而冰山美男却一动不动 似乎躺得很是舒坦 你是有多懒 怎么不懒死你 聂无名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给我起来 聂无名冷声喝道 见聂无名有了火气 冰山美男才极不情愿地缓缓起身 从睡姿变成了坐姿 老子是让你站起来 不是他妈让你贪坐着 聂无名崩溃地喝道 闻声冰山美男沉默良久 最终还是听了聂无名之言 将担架收起 重新站了起来 冰山美男旁边的妖妹男 一头钻进了聂无名的怀里 哎呀呀 队长好帅 连烦火的样子都那么帅 几天没见 队长 人家好想你哦 你想不想人家 聂无名满脸的不耐烦 滚 队长你好讨厌 男子乖乖坐直了身子 转身看向一旁的长发冰山男 眨眨眼睛开口道 老公 你不会吃醋吧 然而 冰山美男只是瞥了一眼 并未搭理他 见冰川美男不说话 要美男一脸受伤的表情 老公 你说句话嘛 整天冷冰冰的 烧了人家的心呢 老公 你就说一句嘛 人家想听听老公 你那 荷尔蒙高标的声音 看着这一幕 不远处角落里的夜晚晚 嘴里的红烧肉都惊得掉了下来 这他妈是个 什么复杂的关系啊 这妖妹的男人跟聂无名勾勾搭搭 又叫另一个男人老公 老公 你就说一个字 好不好嘛 妖妹男还是不死心 然后冰川美男看向他 终于如他所愿的开了口 滚 妖妹男的毛子里充满了怨念 当即美眸怒盯着那冰川美男 离婚 这日子没法过了 忽然间大排档内出现了一位年轻道人 无量天尊 这道人一身雪白色的道袍 右手举着长帆 眸内风轻云淡 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仙姿感 夜晚晚一脸的懵逼 看得目不暇接的 怎么又来了一位道士 这群到底是些个什么人呢都 自己 道士将长帆轻轻放下 看向妖妹男 死心了 拼道给你算了一挂 你最近几日又续光之载 妖妹男冷笑一声 还真将自己当成道人了 四神棍 听闻此言 道士俊俏的面容微微一变 嘴角挂着阴沉邪魅的笑意 你 想死吗 男子娇媚的姿态脸去 眸内光泽若刀锋一般犀利 与之前判若两人 哦 要来试试 外国搬砖有人好心地提醒道 画画 她当年一人抚灭了一个国家 我觉得 你还是不要事了 哼 就她 被称作花花的妖妹男 捧腹大笑 刚欲开口说些什么 聂无名却用手指敲了敲桌子 都他妈给我安静 聂无名不耐烦 随着聂无名话音落下 外国搬砖有人 妖美男 还有那个年轻的道人 瞬间都没了声音 甚至连冰川美男 也一脸正色地看向了聂无名 聂无名一眼扫过四人 当下清了清嗓子 冷声道 咳咳咳 咳咳 我们的团队是 四人同时开口 证神黄 热无名继续的 我们的口号是 好吃不过饺子 好玩不过嫂子 队长想吃饺子 我们玩嫂子 妖美男瞬间朝着聂无名的身前凑了凑 队长 我不想玩嫂子 人家想玩你 然而不等着鸡老凑劲 却被聂无名一个冰冷的眸光给吓退了 聂无名又道 口号继续 当下四人面面相去 旋即手掌打起了节拍 一口同声 祝神队长 风流体躺 帅帅帅 强强强强 大家都很诚实 对着我很欣慰 聂无名十分满意地点点头 大排档外 老板像看傻逼般 大量着屋内的五个人 而角落里 夜晚晚筷子上夹的红烧肉 再次啪唧地掉到了桌上 这年头儿的传销组织 真是越来越奇葩了 这么羞耻的口号 到底是怎么喊出来的 这都是人才呀 不多时 老板将菜上齐 然后转身离开 随后 小道士从外面搬来了一箱啤酒 几人看着桌上的饭菜 一个个迫不及待地举起了筷子 放肆 都给我把筷子放下 我们队伍的规矩是 谁帅谁先吃 妖魅男忽然开口 闻声 小道士和外国斑砖有人等 纷纷叹了口气 只能将伸出去的筷子又缩了回来 聂无名翘着二郎腿 慢悠悠地夹起了一块红烧肉 一口吞下 手中呼伦不清 还是 饺子 好吃 舰队长开动 另外几人才迅速地动起了筷子 大约半克钟后 啤酒还剩下了半香 聂无名脸上的慵懒之色逐渐脸去 目光一一扫过几人 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妖魅男正色道 队长 和他调查 需要时间 道士开口 冰山美男摇了摇头 表示也没有消息 聂无名看向外国斑砖有人 你呢 将口中的红烧肉咽了下去 外国斑砖有人耿直道 队长 我今天都在板砖赚钱 没空调查 聂无名眉宇间泛起一丝不耐之色 我再给你们三个月时间 我要的人必须找来 其他四人齐声道 队长信息 保证完成任务 角落里的夜晚晚看得嘖嘖砸舌 心想这群人要找谁呀 难不成是欠了他们的钱 酒足饭饱后 念无名站起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